去为玩汉字 天天长知识 字字是童话 汉字有意思 战国时代仰视风气盛情 秦朝的丞相吕不韦 门下有众多的史课 人才济济 吕不韦想学古人 著书历说 谋求名垂千古 于是请门下时刻 合著吕氏春秋一书 全书一共二十余万字 包括八揽六论十二计 又名吕蓝 吕不韦在咸阳城门公告悬赏 邀请各国诸侯游说谋士 宾客们前来指证 若能增减更改一个字的人 就给予赏金千金 不过以吕不韦当时的诠释 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为了炫耀而已 谁也不敢去更动文字 以避免惹祸上身 后来流传后世 人们形容文字作品价值很高 就说是一字千金 哦 一字千金的故事 是来自吕不韦悬赏哦 是啊 还有没有听过类似的 如一字连成 字字珠基 怎么都是关于字的成语啊 当然的啦 我们每个星期也都不是在讨论字吗 是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字这个字吗 是啊 说了半天这个字 那字到底字的造字和演变是从何而来的呢 说的也是 今天来弄清楚吧 好啊 那我就说咯 在屋子里面诞生了一个娃娃 是字 不通不通 字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会是生娃娃呢 诶别急呀 字总是要有演变的嘛 最早的意思呢 是生孩子 现在变成文字的字 你也可以想成 一个孩子在屋子里面写字啊 不懂 好 先讲孩子的子这个字 子呢 即是身旁也是行旁 表示小孩 也就是后代 诶 上周说朋友的有 里面那个又也是 既是生旁 也是行旁 真有意思耶 嗯 你懂得比较咯 嗯 不过怎么没有甲骨文呢 找不到字的甲骨文 就从经文说咯 经文呢 一个宝盖头 是安这个字的省略法 男子盖房子 取亲的意思 而里面的子呢 就更好理解了 就是后代子次的意思 两个字呢 加在一起 表示女子出嫁后 生育后代 哦 我懂了 字这个字 造字本意 一定是动词 嗯 这次我不会说错了吧 嗯 真的没说错 造字本意呢 就是动词 女子呢 若户 夫家 生育后代 你知道吗 在人口劳动力 决定不足强弱的远古时代啊 为了预防偷拐儿童 鲁略妇女 古人 在新生的婴孩 和新群的女人身上啊 都做了记号 这就叫做字 后来呢 隐身成为成年礼的一部分了 啊 怎么那么复杂 哎 不会啊 古代一般男子 在成年之后 为自己的名 做敬意的注解补充 或说明 也叫做字啊 这好像之前有提过 嗯 人有名 有字 对 不过呢 也有个底层百姓 有名无字 来 继续说 撰文好了 很明显撰文后来 程序了经文的字型 对 历书画后 凯书的字 将撰文字型中 长笔宝盖头呢 写成了现在宝盖头的模样了 同时 撰文字型中的孩子 也改成现在的字了 龙哥 你真的是天字第一号 啊 什么天字第一号啊 因为很会说文解字啊 哎 别拍马屁了 我们汉字有意思啊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汉字有意思 是由刘庸老师 独家授权直播 谢谢收听